有了车就有事情干了,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把汽车给洗一遍,因为车子上面沾了一层灰尘,开出去也是非常的没面子的,有一些刚买新车的朋友或许会选择把汽车给开到洗车铺,让人家直接给洗干净,然后自己直接开走,干干净净的汽车就行了,这种方法虽然非常的省事,但如果是爱惜自己汽车的老司机都不会这么做,因为每个洗车铺是都有一定成本的,老板肯定会控制洗一辆车的时间, 那些缝隙里面的灰尘肯定不会洗掉,而且工人们使用的毛巾也可能不干净,如果毛巾里面粘的有小石子,那就会把汽车给弄花,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,最可怕的事情是,无良老板用一些劣质的清洁剂,这种清洁剂会对汽车造成很大的腐蚀,今天一一就给你们介绍一款世界上最好用的清洁剂,20秒就能洗干净一辆汽车,就连一些大型机械也能使用,这种清洗剂真的有这么厉害吗?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,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,一辆非常暗脏的大型浓用机械开了过来,这个小伙准备一些MSTT清洁剂,在把这辆大型机械给喷过之后,立马焕然一新,连上面的铁锈都不见了,你们觉得这款清洁剂好用吗?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